商务部2月17日表示 上个月全美零售销售额有所增长 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报告称 1月份零售销售额较上月增长5.3% 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零售销售额将增长1.1% 此外商务部还下调了去年12月份的数据 从下滑0.7%修正至下滑1% 未来几周几家零售巨头将公布节日记销售情况 并可能对今年的销售情况做出预估 Well, the retail sales numbers really blew past our expectations. We were expecting a low single digit increase, but they came up to be over 5% on December. And if you look at it from a year over year basis, 10.8% increase from January of last year. And keeping in mind that January of last year, the pandemic had not really hit retail by then. So things were going pretty well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And then when you come to January of 2021, to see that increase is quite encouraging for the overall retail space. 新冠疫情给整个零售业带来了压力 在去年夏季出现一些复苏之后 美国人在2020年年末消费有所减少 电商、酒吧餐馆以及电子产品商店的销售额急剧下滑 拖累了整体零售额 新冠病例激增和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以及第一轮纾困方案下的失业救济金到期都对零售业造成了影响 去年12月,国会通过了第二轮9000亿元的经济纾困计划 其中扩大了各种福利项目 包括给每个成年人提供最多600元的直接发钱 以及每周额外300元的失业救济金 1月份,各个主要类别的零售销售都出现增长 电子产品和家电的消费增幅最大为14.7% 而家具和家居商店的消费增幅为12% 电商网站消费增幅为11% 即使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食品和饮料场所 消费也增长了6.9% 经济学家们预计 总统拜登提出的1.9万亿元新一轮纾困方案 将有助进一步刺激消费 其中包括向大部分美国人提供最多1400元的直接发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